數字,底下稍微改一下 好 再來的話年限,年限的話也是數字啊,所以你這邊把它改數字 然後每月償還金額也是數字 償還金額也是數字 OK,那用長整數就好了 所以這邊都長整數 只有那個什麼呢 年利率比較特殊,用雙精準數 那格式用百分比到第二位 借款金額也是用數字長整,OK 好了,之後的話你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然後問你要不要儲存,選擇4 就完成 房貸,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 完全空白的一個資料表 讓我們儲存資料,這是第一步 OK 那我想各位試試看,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先新增一個資料 資料庫,先儲存之後 然後在哪裡呢,在上面 建立資料表的由成這樣 建立 資料表 然後資料表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再按一下 其實乾脆按這個也可以啦 或者直接什麼,建立直接按這個 這個資料表設計,然後把欄位填完之後有沒有 關閉起來,他問你要不要儲存 儲存名稱叫房貸 然後最後看到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了 那欄位名稱建議是 用那個Ctrl C,Ctrl V 比較 避免那個欄位名稱錯誤 試試看 那記得儲存的位置就存在你的 範例檔的 旁邊 這樣的話比較避免錯誤